2019年4月23日17点53分中央社首尔23日专店南韩著名婚姻媒介公司达今天发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 受访的未婚男女有43.4%曾有当面通知分手的经验是一图 英格伊玛热分享南韩著名婚姻媒介公司达今天发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 受访的未婚男女有43.4%曾有当面通知分手的经验 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 达近日对426名未婚男女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最讨厌的分手方式 42.7%的受访者说是单方面失联 排名在后的是打电话或发简讯告知22.1% 多其他人告知17.4% 对于分手后最令人难过的是 男性以依恋不舍28.1%和与恋人的回忆25.1%居多 女性则说是与恋人的回忆30.5% 会与恋人周边朋友的关系19.3% 对于克服失恋痛楚的方法 20.2%的受访者回答时间是最好良药 其他方法包括专注事业和学业 另找恋人 独处等 莱斯布洛克阿兹 会 队友